好,洪仲秋的命案呢,众怒难平,所以公民1985行动联盟8月3号这个星期六,也就是在洪仲秋告别式的前一天,他们要再度号召民众走上凯达格兰大道来抗议哦,现在已经北中南大串联,很多网友是有钱出钱,有力出力,甚至租游览车来参加活动,而整场活动的诉求就是希望政府能够修法,逞凶,给一个真相,而洪仲秋的姐姐洪慈庸说, 虽然隔一天,他们就要帮弟弟办告别式,不过他会抽时间来参加游行 究竟是谁,害死了洪仲秋,家属要的真相,查了将近一个月,还是没有谱,公民1985行动联盟决定在洪仲秋案满月当天,也就是8月3号下午4点,二度上街头,讨公告 全民要真相,7月20号第一次游行,全台超过3万人齐聚海盗,深渊力挺,8月3号将要再度走上街头,网友蓄事待发自制影片,北中南大串联,要政府修法逞凶给真相 没有,完全没有画面 正义陨落 拒绝包庇 给我真相 主动说要捐款 然后其中一个来匿名的,就直接说他有一口气,要包下一台游泳车 是台南跟高雄先发的嘛,嘉义就是有一个乡名,他就说他可以赞助一笔钱,然后看有没有人要来弄这个活动 全民要真相,南台湾网友预计8月3号上午10点,将会有三辆游览车,从高雄火车站,捷运中正经济馆站,还有台南仁德交流道出发北上 目前已经超过百人报名参加,中午12点,嘉义火车站也有网友集资包车,准时下午4点,二度站上海达格兰大道,热血深渊 就证明军方一切是有人看过的影带 网友自制影片,红仲秋暗被称为台湾史上最恐怖,甚至有人不讳言,二度游行根本是官逼民反 这一回全民相约在上街头,大家有钱出钱,有力出力,逼政府拿出魄力,不让真相石沉大海 我们要真相,我们要真相,我们要真相,我们要真相 继续人家,我们黑如,高雄火车